当我听到microbit使用LED来做光明光线的侦测 那我十分的讶异 于是想实际的来测试一下做一下 那LED它真的可以当光明感应器 测到光线的强弱 那首先我们用的是BPIbit 我们在D级接上黑色的线 P0接上红色的线 然后放两个LED灯泡 LED的灯泡 发光二级体 那我们来看程式很简单 我只是在setup上面告诉它 我要用serial monitor来沟通 那我们不断的侦测P0的类比读取信号 类比读取下每隔半秒钟读取一次 那我们把程式写入 写入完毕了我们开启serial monitor 那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遮的时候是900多 900到1000之间 当我们把手遮上 关明感应器 它数值就下降 一直下降 现在到700多 当我们把手拿开 离开了LED灯 它数值就上去了 数值就上去了 那LED 它真的可以拿来当做侦测光线的一个工具 这是正确的 那复习一下 我们只是 因为我们读出来光线的值 所以应该就是类比信号 所以我们用analog read 这个指令去把它的值读出来 读出来让它去秀出来就可以 所以有没有光线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去做侦测 再试一次把它遮起来 马上就降到900 降到800 700 一直往下降 放开来 数字又慢慢的挑回 800 900 示范到这里